保安永迟离奇死亡 嫌疑人阿伟却说自己失了意 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束手无策的警方 只好找来心理咨询师金姐 且让女人进门一开口 就拆穿了阿伟的阴谋 你根本没有失忆 阿伟哪里知道 金姐已经跟踪她整整两年 如此疯狂的行为 都源于那场车祸 死在驾驶座上的 正是金姐的妹妹小美 她背叛救驾 阿伟却因失忆 无罪释放 但事实上 小美根本没有驾照 最久开车的就是阿伟 阿伟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 将女友拖到驾驶座后 她转身钻进副驾报警 120我出车后 各等救护车赶到现场 人早已凉透 阿伟再装作失忆 撇得一干二净 金姐装作心理医生联系阿伟 事后又忍辱负重 打探蛛丝马迹 而就在昨天 她跟踪阿伟来到马家屯 意外目睹了她杀害保安的全过程 保安为何被杀 金姐能否找到证据 借连杀害两条人命 阿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 就在最新上映的悬疑惊悚片 夜首之中 3月14号 白色情人节 记得一定要带上男朋友 来看渣男的下场 好了 我是霞叔 原先电影新片速递 恐怖电影幽默解说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